柯文哲的這個授權金呢 是把他的肖像權授權給目渴 好 那這個授權金呢 也已經作為民眾黨的黨務 跟公益使用 我們不知道這個 內鬼是從哪裡出來的 會是檢調單位嗎 不曉得 這個是個大型的 記者採訪的射死現場 有多少記者一輩子就籌這個 一個moment 這個這一分半的訪問 我覺得相當的經典 他就講說他推給檢調 為什麼他認為說 現在都是民進黨在設局 給民眾黨跳 所以他現在趕快定調是說 讓小草不要散掉 對不對 對 他先講說我先說了 是檢調 是檢調在透露訊息 所以接下來有任何不利的消息 都是檢調 從一開始的目渴也好 或者是你要食樂 這麼多筆事情 認真講 所有都是民眾黨內流出來 那你要抓內鬼 為什麼昨天晚上的 幹部擴大會議 你為什麼不直接現場抓 我說真的 木可這個錢不只有 其實也不只有四百萬 對 幾千萬 那這幾千萬的錢 說真的這已經炒了好幾個禮拜了 如果真的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會把單據直接公佈呢 為什麼要拖三個禮拜 有種就把所有的單據公佈出來 你公佈出來大家不會有疑問 但是問題是這時間也晚了 對 因為民眾黨的血都快流乾了 現在傳出說專案小組請查金流 有查出木可公司有會一筆四百多萬的專訪 到柯主席的私人護到 好 首先呢 我們還是要針對 就是這種特定的放風聲的方式 感到非常遺憾 而且呢 我們也呼籲相關的單位 或是有心人士 不要用這樣切箱嘗試的方式 在誤導風向 這個本來是我們明天記者會 要跟大家 就要跟大家公佈的 第一個是 來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把他看完 資深記者這個等一下交給你 好 有沒有看過那麼嚇到訪問 來 等一下我們把他看完了 這個交給謝祈恩就對了 因為這個現場現刑犯抓包的感覺 柯文哲的這個授權金呢 是把他的肖像權授權給木可 好 那這個授權金呢 也已經作為民眾黨的黨務 跟公益使用 好 那所以說 這一切都是有依照合約在進行 那所以我們認為這是有人刻意在我們開啟哲會之前 然後誤導社會大眾的風向 那我們也希望這種歪風不要再繼續 就是那一筆錢會已經 現在目前已經有捐贈給相關的公益單位 而且也有在未來也會進行相關的保護再做使用 但是我們一時間好像是說不是授權金 然後是管理被證 大家可能誤解了細節我們明天會在記者會上面 跟大家一次說明清楚 所以提前洩漏 然後還讓有心人來去操作 這是有內鬼嗎 我們不知道這個內鬼是從哪裡出來的 會是檢調單位嗎 不曉得 好 來來來來 既然 你做記者幹了這麼多年 抓到的現刑犯應該也不少了 剛才有三大疑問 第一個 他們指責有心人士 有心人士故意放風聲 然後是用切香腸式的 然後第二個 他說已經會出去了 第二個已經 他是說會會會會出去 會是會喔 然後他說已經是FPP喔 完成式喔 那我的疑問是 他這個第二個他是完成 他到底會了沒有 等一下我們來問你 第三個 他說有內鬼 內鬼可能是檢調 檢調怎麼會是內鬼 檢調是外鬼吧 他是不是說民眾黨裡面有人 TMD裡面有人在洩漏風聲 來來來你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是個大型的 記者採訪的射死現場 有多少記者一輩子就籌這個 一個時刻 你看喔 那個普利茲獎 對不對 拍到川普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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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功成名就 普利茲新聞獎得主 來 你的作為資深記者 這個 這個這一分半的訪問 我覺得相當的經典 我覺得第一個啦 他講有心人士 那我就問嘛 如果你有準備好的話 那所謂有心人士是誰 對嘛 有心人士到底是誰 那如果是我的話我會說 如果是有這樣的有心人士的話 你知道嗎 如果是我會怎麼問嗎 嗯 我說那會是端木珍嗎 哈哈哈哈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這種東西 就是你要去問嘛 這是第一個有心人士的部分 我覺得很特別 當然你說他說切香腸 欸我說真的喔 木可這個錢喔 不只有 其實也不只有四百萬 對 幾千萬啊 那這幾千萬錢 說真的這已經吵了好幾個禮拜了 如果真的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會把單據直接公佈呢 為什麼要拖三個禮拜 兩個多禮拜 為什麼 你看禮拜 禮拜二嗎 還是禮拜一 我們一起直播的時候 對 那我不就問了嗎 帳面跟帳上的短差 你什麼時候要公佈你的帳上的金流 其實木可按 應該說白內帳看不清的 最簡單的治法是什麼 就一刀把它開下去 就治好了嘛 再不治好 搞不好再惡化就變青光眼 都有可能出來了 所以直接公佈帳 為什麼不能公佈 這個是大家現在疑問的 第二個他說會會會 已經已經已經 這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他為什麼會會 一下說會是會 將要做的事情 沒有他講會會會的意思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還沒有做嘛 但他被抓包了嘛 但他說已經啊 他又說後面又補了一個已經啊 那如果金流不是已經的話 他說他是現金出去嗎 有人捐贈四百萬 要靠現金的嗎 我跟你講 如果今天記者夠聰明 那你就講 如果是回捐給民眾黨 那你就把相關的轉賬當局 直接拿出來 對啊 所以如果是記者 今天要做功課 我就要做功課了 你昨天已經這樣問了嘛 那大家要後續追嘛 柯文哲說我捐回給黨 宣這個公益團體 轉賬收據啊 轉賬收據拿出來嘛 對不對 一次公佈嘛 如果今天再沒拿出來 我們明天再來罵 對吧 都是這樣嘛 這個事情就是這樣嘛 那再來說 內鬼檢調 不好意思啊 檢調現在查民進黨的這個 民眾黨的這個 木可的一個事情 我認真講啊 與其講在查木可 我覺得現在檢調動的最大實在是金華城 對 木可是其次小案子 木可是其次小案子啊 金華城這個案子 他牽扯的是好幾百億的利益 對 那你的容積掌力擴大到840% 而且昨天葉元智也講了 說全台北市的容積獎力 從來沒有一個 連101都沒有比這個金華城高 101700多%而已 對嘛 突破天際 對啊 那我就說嘛 現在的檢調都在查金華城 那很明確嘛 現在的民眾 他最後一題我覺得講得很微妙 他為什麼要檢調 我直接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賴清德 你看最近 哇 打藍打白 哇 打鍋 打鍋 連周典論都被受壓 所以你看現在在野 這個民調 不是持平 就是往下走 唯獨賴清德不墜 還往上升 為什麼 他現在塑造一個所謂 我是清德中嘛 你講的吧 清廉總統 清廉總統嘛 我打攤 我自家人也打 我在野也打 反正呢 我就是整肅所有人 那你要整肅所有人的情況底下呢 他們現在他就講說他推給檢調 原因是什麼 他認為說 現在都是民進黨在設局給民眾黨跳 哦 所以他現在趕快定調是說讓小草不要散掉 對不對 對 他先講說我先說囉 是檢調喔 是檢調在透露訊息喔 所以接下來有任何不利的消息都是檢調 這個內鬼出來的 而且我講直白一點啊 現在民眾黨所有的事情 從一開始的木可也好 或者是你要食樂 這麼多筆事情 認真講 所有都是民眾黨內流出來的 真的欸 那你說要抓內鬼 那你要抓內鬼 為什麼昨天晚上的幹部擴大會議 你為什麼不直接現場抓 對啊 抓啊 可是我們一開始也以為木可跟柯文哲沒有金流啊 他不是說木可引於300萬 你還記得嗎 木可抖內100萬 結果被退回 因為他是新公司 然後他說隔年 他已經把引於抖內300萬 已經給了 民眾黨了 抖出去了 為什麼300萬 因為單一政黨 一個就300萬嘛 那 再來很有趣的地方喔 那可是你為什麼 你同時捐錢給柯文 你賣IP給柯文 說錯了 你去跟柯文哲買IP 買了400萬 就是木可的金流也是 你問一部 他說一部 吳怡軒說 我剛好回到大興現場 吳怡軒說他們本來就要講 是有心人是出來放話 你覺得是他本來就要講 還是被抓到照這樣講 就被抓到了啊 因為這件事情 你看到嗎 我們從兩個禮拜 一個多禮拜 兩個禮拜前 我們那時候在講什麼 對 木可 木可 所有人都要問 單據在哪裡 單據在哪裡 但重點是 民眾黨有跟我們講嗎 黃山在開了兩次記者會 從 善後小組成立之後 兩次記者會 有講到嗎 還在講說什麼 賺管缺 99塊跟98塊 我講個直白一點啊 你一直跟我講說你漏報多少 然後呢 誤報多少 那不重要啦 因為你們已經先把責任 都推給端木正會計師嘛 那你一直在打他沒有意義啊 大家質疑的問你的是 木可跟民眾黨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再來就是說 木可跟柯文哲私底下 有沒有什麼逃來暗起的事情嘛 對不對 這個是真的查不到的 這是查不到的嘛 所以我說那現在吳宜萱也想說 那柯文哲要捐給公益 要捐回黨 那我就講 有種就把所有的單據公布出來 你公布出來大家不會有疑問 但是問題是這時間也晚了 對 因為民眾黨的血都快流乾了 我們來調查一下好不好 各位線上的觀眾同學 你覺得吳宜萱出來昨天開記者會 他嗆讀記者說我必須說他的態度真的很屌 就被抓到 然後一副就是所有人在害他 不過也沒關係 柯文哲不是說都沒有媒體要訪他嗎 這不就來了嗎 這不就來了嗎 你看記者會覺得全國聯訪 那這不重要 我也公開邀他 但他沒回應 簡單來講 如果說照現在這個狀況 各位 你覺得吳宜萱是被抓到的 就是說因為民眾黨是被爆料 才被迫出來說 明天會開會的 你刷111 再說一次 就木可這條金流400萬 你覺得是被髒到了 所以才說明天記者會說明的 你刷111 你覺得 他們本來真的是事先要說明 只是剛好被爆料的 刷2222 再說一次 你覺得被抓到 所以吳宜萱在那邊 臨時湊答案的 你刷111 那你覺得說 如果他們本來記者就會開的 他們還是有攻擊你刷2222 我給大家 這個留給觀眾評判 我想觀眾就是最了解這個感受的 因為我的感覺 為什麼我剛才問奇恩 我說你剛記者就知道了 他的眼神到底是先知道還是後知道 是看得出來的 誰在說謊 誰在北燦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保濕